梨江没有来 没来 看来七本周就是梨江 显而易见 本周 本周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就病倒了 我没事 就是吃错东西了 没事 你这样还叫没事啊 我还没娶你呢 你还没给我生孩子呢 我哪儿舍得走啊 这个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你知道吗 我醒来以后啊 我第一个就想到你 我说 幸亏我醒过来了 如果醒不过来 看不到你 那我这辈子可太冤了 我这不来了吗 从我这里来讲 我并不相信七本周就是梨江 他的行为和做派 和我们认识的共产党 差距太远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有证据 就不调查是吧 当然了 七本里 我们军统办事处 不会因为你和你大哥的 私人恩怨 而冒这个血 你懂吗 肖队长 你们可以继续追查梨江 这件事情 我可以不过问 但是 我们军统局 也不会有任何的支持 包括你们用在七本周身上的 监睛设备 必须尽快归还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们要为你们的行为负责任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 太主任 我想刘主任 你们跟梨江之间的过节 您应该清楚吧 虽然老刘是我的丈夫 但是他对梨江的态度 我并不赞同 我们军统局的主要责任 是对日情报 这一点不用我过多地解释了吧 太主任 其实你不就是想要证据吗 对吧 我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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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李佩優 你聽說話嗎 你覺得很難 讓我讓你 這個 時間地點都在裡邊 黎江同志要求你儘快 把他交給你二哥 黎江同志 什麼時候見我 你等我通知吧 最近他有點麻煩 他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啊 你是不是聽到了什麼消息 沒有聽到 我就是問一下 那就好 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你會見到黎江同志的 好 二哥 是不是難度不小啊 這樣 我去跟上級匯報一下 等我消息 二哥 三哥 你最近 有看到過大哥嗎 你怎麼又幹嘛替他呀 你不知道 大哥出事了 他能出什麼事 大夫說是食物中毒 雖然現在已經過了危險期 但左胳膊和左腿都廢了 這麼嚴重嗎 好 怪不得 最近 這警察局長李佩玉 春風特意的 總是站在桂林的檯面上 二哥 我知道 你和大哥之間的矛盾 可是 大哥現在這樣 你去看看他吧 陰謀 這肯定是個陰謀 什麼陰謀啊 本禮 你要相信我的判斷 我太了解七本忠了 他這是在裝病 他背後一定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怎麼可能裝病呢 他現在走路都費勁 你被他給騙了 我告訴你本禮 七本忠這個人我最了解了 凡是跟他接觸的人 他一定會把對方的弱點 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怎麼可能中毒呢 中毒這種藉口你相信嗎 你不覺得鮮強 在桂林這個地盤上 他還能中毒 誰還有他毒 我不允許你這樣說大哥 我說的話你以後就會明白 我不信 行 那咱們 就看看七本忠這齣戲 怎麼往下唱